在普賢十大怨王裡,有一大怨王叫做徐喜功德, 即是見到他人做善事做功德,就如同自己做一樣歡喜。 根據佛經說,別人做功德,自己雖然沒有做, 但只要生歡喜心,亦一樣會有功德。 相反而言,如果別人做善事,你不單止不隨起, 還生謂謗妒忌心,出口嘲笑譏諷,這樣會有惡報。 釋迦茅尼佛在世時,有一位叫善和比丘, 相貌生得很醜陋,但他的音聲特別清亮和諧,聽起來很悅異。 有弟子很好奇地請問釋迦茅尼佛,究竟這位善和比丘, 前世做過什麼事,會今生陰星這麼好,而相貌醜陋呢? 釋迦茅尼佛就說,在無量劫以前, 驅留孫佛,剛好進入無魚獵盤。 當時的國王,得到佛陀的舍利,就招集了很多土木工人, 要建造一座危惡的七寶佛塔,用來供養佛的舍利。 這時有一個工人跟大家說, 僅僅幾粒舍利,國王為何要建築這麼大的寶塔來供養呢? 太浪費金錢和人力了! 其他人聽過之後,不贊成他所說的議論,並且勸他不要犯口業, 因為建塔是一件好事,供養三寶,弘揚佛法,令人改惡向善,是很有功德的。 當寶塔快要建成的時候,這個工人又生起興萬心,譏諷他的建築。 但是大家都沒有理會他,後來七寶塔終於完成了。 好多來觀光禮拜的人,都異口同聲讚嘆,生歡喜心。 這時,那個造塔的工人,知道自己犯了口業,對莊嚴的寶塔,不應該生興萬心。 他為了表示懺悔,於是發心,布施齋塞共眾,並且在塔尖上安裝了一個金靈,令到寶塔外貌顯得更為殊勝莊嚴。 釋迦茂尼佛告訴大家,當時喜興萬心那位工人,就是今世的善和彼優。 由於他興萬佛塔,今生遭受醜陋上茂的果報, 後來他能夠懺悔,並且奉獻金靈莊嚴佛塔。 所以,今生生而有特別和諧悅意的音聲,令到聽到的人,都能夠覺得舒適,感到歡欣。 各位,見到他人行善,我們千萬不要產生妒忌機毀的心, 必須隨起讚嘆,鼓勵善行,這樣便有不可思議的功德。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